2018年7月22号深夜,或者2018年7月23号凌晨,这个日子普通吧,的确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,但对广大柳云龙的铁柳来说,却是一个心酸而无奈的日子,因为大家深爱的柳云龙关闭了他的微博,柳道的微博全部清零,只留下喜爱他的一种铁柳或唏嘘,或叹息,或生情思念,也许是柳道不堪其巧。 暂时的离开,也许是柳道就此灰衣灰衣袖,转身离开,就此天然路远,江湖相望。 其实,在娱乐圈看来,对于柳云龙这样仿似不识人间烟火的清零,事事非非的微博关了也好,咱柳道又不爱炒作,咱柳道又不会打个广告赚些外款,咱柳道又不会欺下面上的到处逢迎,离开吧。 离开这纷纷扰扰扰的网络江湖,离开这甜言蜜语,背后不知何居心的人也可谓江湖,离开这门不见心风,确实是刀光剑影的文字江湖。 青山时代,翠峰迪远,就此一株青柳藤云画龙笑傲苍穹,不管你离开还是有朝一日王者归来,广大街流都会无条件支持流导,你所做出的决定。 因为,爱,就是无条件的接受,因为,爱,就是一旦喜爱就,终生不悔,不改,不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